這裡有做一個視頻 這裡是深圳 我今天無意中 上來深圳吃飯 都一直想看深圳灣 全海 這一大地方的發展 原來是說 這十幾年我都沒有來過 走一走一走 我前面去了深圳灣公園的範圍 那裏就沒有想太多事情 不過來到這裏 尤其是去到這個 這裏有一條河島 見到這個水閘位 或者是出水位 我的生氣都值得 做個視頻 用口講解少少 我們香港就 就不是好有這些設施的 即是香港都很多 以前是河流 即是二三百年前當然是河流 那最後一條渠 那最後由命渠變暗渠 那雖然都搞陸化 靜化都做了功夫 那但是 那些設施相對簡單點 那因為香港 尤其是香港島 沒有什麼平原 那所以河道就相對很快流到下海 那深圳 即是 本身都 又不是一個大平原 但是最少呢 近著深圳灣那邊 那些山都不多 那變得有很多河道的那些東西 那現在深圳那麽大發展 當然 就是看不到一切 那但是經過那幾十年的慢慢靜止 都做了很多功夫 那來都特別停堤多一些 那你見 這裏前面 照片流出來 我不敢肯定 那些個外 我都見過 在廣州 那麽 那麽 即是三四十年前 已經很骯髒 譬如一百幾年前 當然是乾淨 但是 去到 即是二三十年前 都未經過靜止 河道都很骯髒 沒有什麼截污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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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跟得比较密切 这里我只看到 这里是一个水闸 很明显地下有另一组渠流出来 这里也看到 有一个outfall 来到这里是一个交汇位 我刚才在那边走过来 走过大半公里 一开始我发现这些所谓小河岛 觉得很奇趣 在一个密集的城市 都有一些waterway 简单的水道 可以美化大环境 一路走到尾 大家看到这里是窟口 上面都不停有很多建设 我突然想起来做个视频 其实一路走一路讲 解释多些都已经很多分钟了 最少在这里 我一会上去 上面是另一条马路 上面有很多工地在做东西 在一个繁忙的城市 有一条叫做过得去的waterway 我香港也有类似的 有一条叫做造圆 那里叫做啟德河淨化 那现在在做一条叫做翠平河的活化 活化的意思 就是尽量截了污水 现在截污水都相对 这么多年都能过得去的 好笑的 这些污水直接来入这些河道和渠道 好笑的 但是因为香港空间不够 譬如这个地方 旁边有足够空间 真是做到一些陆法大出来 香港是办不到的 那我都讲了几个钟 不够太长的了 那这里最后给大家看 那这里我刚才走过来 那这里很厉害的 中中横横都已经有 建设了 这边有车路 那边有车路 所以中间 有一条横过的道路 那刚才我走过来 也有三四个这类的 横过这条小河道的道路 那上面呢 那里都很清楚 那里的 这个是前海后海 前海就在另一边 那里面积大 那这个区 某程度都可以叫后海 那 那 那这里都是一个 就是相对是 newly developed area 那这里你见这些楼呢 后份都刚刚落城 就有些还叫做 就是 未准备入伙的 这些楼你见 从这些新楼来的 好 大致这样 不想讲这么久了 那我订上youtube 成为一个youtube的视频